广州白云机场最新版防控疫情境外输入工作指引3月17日出台 对入境旅客实行在原有红色黄色绿色三色标签分流的基础上增加橙色标签分流 主要采取了分类分区保障的做法来提高服务保障效率 我们主要的流程每次的改变呢 主要是为了缩短旅客在白云机场滞留的时间 因为现在这种疫情防控的形式下呢 对检验检疫的要求非常高 海关也在执行海关总署的各项规定和要求 那么就导致呢旅客在这等待 还要接受流调和采样的时间会比较长 我们要做的就是配合海关 尽量的减少旅客在机场的滞留时间 据介绍国际航班抵达白云机场后 有发热咳嗽等可疑症状的旅客 经海关判定需要转运的 直接由机品转运 不经过航站楼 严格防止输入性感染 其他旅客根据不同条件 分别在护照上贴上红橙黄绿四色标签 以做区分 其中 红标为须离开机场的留学生和中国籍旅客 橙标为有重点国家和地区 14天旅居时的外国旅客 黄标为所有在白云机场中转的旅客 绿标为没有重点国家和地区 14天旅居时的外国旅客 每一版指引都会比上一版指引更有针对性 因为近期会发生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 就是从国外回到广州 再中转到国内其他城市的旅客占比 再明显的上升 那么这部分旅客的处置工作 就由现在我们广州市接走一部分 到达广州和广东省的旅客为主 转变为很多的旅客要在白云机场等待转机 所以我们保障工作的内容和重点才发生变化 王小勇告诉记者 近期白云机场入境旅客有所增加 目前每日有近30个国际航班入境 3月17日的入境旅客将达到5000人左右 那么今天我们也接到省里的一个信息 就是接下来的留学生返程的高峰 可能在最近会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数据 那么返程的需求非常强烈 近期白云机场的航班 国际进港航班和国际出港航班 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那么就是出港的客座率是比较低 但是进港的航班基本都是满座 大部分是以留学生和在广州转机的人为主 记者了解到 广州白云机场17日起采取的新版工作指引 进一步优化了机位安排 扩宽相关保障区域 重点航班优先安排在最为便捷的指定廊桥机位 同时扩充了GTC东客运站的临时集中点 增加了检疫等待区及临时检疫采样区 据广州白云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执勤队教导员郭建介绍 按照国家移民管理局要求 连日来边检部门强化了大数据研判分析 将来自疫情重点国家和地区的有关人员 实时信息推送给海关等有关部门 我们强化口岸边检通关服务 对应企业复工复产 需出入境的中外人员 提供高效快捷便利的口岸通关服务 提供零等待边检绿色通道 坚持24小时全天后的通关服务 在执勤现场采取分时段 分类型设置旅客后检区等措施 降低人群密度 严防疫情感染传播 据悉 目前返来广东省前14天内 有国外旅居室的中国籍旅客 需实行14天居家或集中医学观察 外籍人士入境按中国现行有关规定执行 再次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